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1997年的PaperOne第14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這條長題目 這條題目都比較長 我們先看A Park 它就說現在有一個水池塘 裡面有40條的小魚 10條的大魚 它們的重量W是用Gram表示 它的範圍列於下表 我們也看到分兩隻魚 一隻叫小魚 另一隻叫大魚 又大又小 它們的重量區分就是W 如果它介乎0-100g 包括100 它就叫小魚 但如果介乎在500-600g之間 那條魚就叫大魚 它就說有一天早上某個人在池塘釣魚 它釣了兩條魚出來 而它們釣出來的魚 那條魚的總重量加起來就是T 那麼多個Gram 那它就說切了 每條魚被釣到的機會 是均等的 即是說一樣 Equal chance 那好了 A部分 總共有4個部分 這條魚就會大於1200 好了事不宜遲 先拿回單項字出來 其實我都方便大家 那我就貼上這個桌子 大家會計算的 不過呢 在未做這條之前 首先有兩個concept 和一個技巧是需要認識的 要不然做不到這條題目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一個叫做 an的概念 中文就叫做同埋 在所有角度來講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好了 至於第二個就是一個叫做和的概念 中文就叫做或者 在所有角度來講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至於等一下我們就會用到一個叫做12的技巧 不過呢 可能你未必知道玩什麼 我等一下就會演繹一次給你看 做些例子給你看 用這條題目來做例子 好嗎 先做APAC 我當這個是A1 現在它問你的就是 Probability 就是 T介乎是0 至200 所以你給我 我怎樣去想這個T介乎0至200呢 其實真的等同於 如果用文字上寫出來 那就是說這個P呢 叫你計算什麼Probability呢 就叫做兩條的small fish 其實你都想到的 因為總重量是介乎0至200 那就是說 我只能說兩條魚都是小魚的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 我就不如在這裡 跟大家講解什麼叫做12的技巧 那我就會當這個位置呢 是第一 即是說第一條魚我會捉什麼 然後第二條魚 我會捉什麼 當然 那當然 那個Probability我就會寫在這裡 後面 那 而事實上 我今次會發現 其實 因為我要捉兩條 其實是小魚 所以我在這裡 我就會用SS 去代表 small 細魚 而事實上 現在總數有多少條魚 剛才都提及過 就是有 不如我用六筆寫在這裡 好嗎 就是有40條細魚 總結不可以 而大魚在池塘裡 有10條 所以 換句話來說 第一次我要捉到小魚的機會 就是 總共有50條魚 裡面 只有40條是小魚 好了 同埋 同埋就是一個乘的概念 同埋是什麼呢 就是同埋第二下 我都要捉到小魚 當你在50條魚裡面 抽了一條小魚 即是剩下來就是49條魚 而在裡面 當中的40條魚 抽了一條小魚 剩下的就是39條 好了 所以換句話來說 中的probability 這個就會是 50分之40 再乘回 49分之39 好了 所以換言之 這個答案就會是 245分之 156 好了 這個就是 A part的答案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下去 第二部分 那裡 先記錄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叫你計 什麼呢 它就叫你計 下 probability t 就是 是介乎 500至700之間 我自己就會想 如果介乎 在total總重量 兩條魚 在500至700之間 其實真的等同於 它叫你計 什麼呢 其實真的等同於叫你捉一條的小魚 還有就是捉一條的大魚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你給我 我也是用那個one tool的技巧 在這裡 我自己呢 寫回第一點點 第二點點 當然這裡就是probability 事實上 第一下 你可以選擇的竹就是竹的小魚 以第二下 逼著的竹的大魚 當然 一條小一條大 你可以調轉竹 你可以是 之後再竹的就是 大魚先 再竹小魚 所以換言之 在這裡的probability 我先考慮 第一個情況 就是紅色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裡 我就會在 五十條魚裡面 我是有四十條的小魚 好 同埋 同埋 就是一個n 就是成的概念 好 同埋什麼呢 還有第二下 就是要捉到一條大魚 所以現在剩下來的 就是有四十九條魚 因為抽了一條 而你抽到大魚的機會 當然有十條大魚在池塘裡 好了 又或者 或者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或者是什麼呢 就是第二個情況 就是抽L和S 就是先抽大魚 再抽小魚 所以在五十條魚裡面 我們現在就有十條的是大魚 好了 同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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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好了 同埋 同埋 49條魚裡面 我們現在就有 四十條的細魚 好了 所以換言之 現在我們那個probability 都福字獄出的了 福字獄出的了 就會是 將這兩個可能性加起來 就是五十分之四十 好 sorry 再乘以 四十九份之十 就再加 五十分之十 再乘以四十九份之四十 當然啦 我們按計數機 這個答案就會是 十六份之十六份之四十九 好了 看看有沒有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下去第三和第四部分 都方便我們計數 所以不如我開一張新紙 未開新紙之前 不如我們複製這幅圖先 好 好 再多開一張新紙 好了 方便自己計數 我們又繼續把這幅圖放在這裏 好了 至於去到A3 A3又如何玩呢 A3 今次他問你的就是 Probability 就是T 介乎是一千 至一千二之間 所以這本句話來說 即是這裏的要求是甚麼呢 你想真些 其實是否即是說這裏 他要求你 我們逐兩條的都是大魚 是嗎 就會叫兩條的large fish 好了 換言之 它這裏的Probability 我們也是用1,2的技巧去做 好了 我就會考慮第一點點 就是第二點點 最後就是Probability 換言之 在這裏 我就會考慮這兩條魚都是大魚 L 而現在總數有五十條魚 裏面有十條是大魚 好了 第一下抽完大魚 還有就是成的概念 還有 還有甚麼呢 就是第二下 剩下四十九條魚 而你也是要收到大魚 當然剩下九條大魚 所以換言之 這裏的Probability 當然就會是 五十分之十 再乘回 四十九分之九 那即是 換言之 那答案 就會是二四五分之九 好了 看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落去 第四部分那裏 第四部分 它在問你的Probability 那T 是要大於 1200 好了 而事實上 你怎樣抽都好 你是不可能抽兩條魚 加上總重量 是大於1200 就算你抽到最盡 兩條都是大魚 兩條大魚 兩條都是600 加上都是1200 不可能是等於1200 是不可能大於1200 對吧 所以這裏你都不用計 直接說它是0 那就OK 這個答案是0 好了 看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不如落去 B part B part 我們先看看這題目 好 B part 它現在就說 切在早上釣到的魚 那些兩條魚 已經放回到池塘裡放生 下午的時候 這50條魚 再次在池塘裡被人釣 同樣釣了兩條魚上來 現在B part 它就說 如果在早上釣到的魚 的重量是650g 那它就叫你求下 在早上釣到的魚 的總重量 和下午釣到的魚 的總重量 就是相距200g 的probability 要相距200g 現在大前提 我highlight 用黃色highlight 大前提 就是現在早上釣到的魚 的總重量是650g 所以我自己會在這裏想 你給我 我真的會這樣想 我用綠色筆 好了 它相距200g 即是正乎200g 所以換言之 如果650-200 即是最盡 就去到450g 分數量就是450g 好了 正乎200g 所以650加200 即是850g 所以換言之 你給我 我自己會這樣想 先開一張新紙 我便會把這個 不如當作是 B part 好了 B part的第一 好了 我便會回規 那個required 所需的 probability 其實根本上 就是等於甚麼 就是等於 probability 就是 抓到 sorry 就是那個w w就是 w就是 剛剛這條題目 有提及過的 就是那個 重量 對嗎 對 重量要是小於450 好了 又或者 probability 就是w 大約 850g 當然就是 把這兩個b part 加起來 因為 只要你抽到 這兩個重量 就可以了 換言之 你一下子 要抓到 甚麼魚 其實 換言之 你一下子 要抓到的 就是 w 即是 重量 兩條魚加起來 要是小於450g 就是 換言之 你要抓到的 就是 兩條的小魚 好了 就再加 好了 w大於850g 那是甚麼意思 就是 換言之 w要大於850g的話 在下午抓到的 就是兩條的大魚 所以 換言之 剛才我們在上面 在a1 那裡已經算過 抓到兩條小魚的propability 這裏就會是 245分之 156 只要用 a1 好了 再加甚麼呢 抓到 兩條大魚的機會 其實在剛剛 a3 都計過 就是245分之9 換言之 就把這兩個propability 加起來 所以終極答案 應該會是 49分之 33 解決了b1 好了 看看b1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下 去這個 b2 好了 再看看這條題目 b2究竟是甚麼呢 好了 他就說 b2 就求他 在早上 釣到的魚的總重量 和下午 釣到的魚的總重量 相差 是超過200g的propability 如果你真的 我這樣想 這條題目 我會用1.2的概念 畫 一個 圖表出來 首先 我會考慮 我第一次 其實就是 在 上午的時候 釣到甚麼魚 那條魚究竟是甚麼 而第二次 我就會考慮 例如 在下午 即是pm 的時候 我釣到的魚是甚麼種類 當然是 大乘小 小乘大 正還是兩條 大乘兩條小 是不是 都有影響 而是上 首先我會考慮的就是 好 點到兩點 好了 好了 首先我會考慮的就是 如果 上午 然後 我釣到兩條魚都是 小 小 的 其實 我現在 就是要 總重量 相距超過200g 那就是 換言之 我不要的東西就是 甚麼呢 就是 他們不能夠超過200g 那種重量 是吧 上午和下午 所以我就考慮 SS 即是 大家的重量 是差不多 不會超過200g 是不是 這個case我突然不按 不過我先數了 好了 除此之外 還有 不按些甚麼呢 是的 我就是 不按這個 ll 是不是 或者我 鬆一點 這些位 是的 ll 還有下午又是ll 是不是 是吧 你這樣同款的話 其實都是 不會超過200g 那甚至 我再考慮的就是 sl 射法好一點 對了 sl 還有sl 二試一試 這三個case 我們都是不按的 那 除此之外 其他的情況 我們都會是超過200g 上午和下午的重量 那好吧 那首先我計了第一個 不按的case 就是這個情況 好了 那我們就會考慮 第一下 要是 兩下 都 在am那裡要兩條 都是細餘 其實我們都計了 在a1那裡的probability 兩條都是細餘的probability 就是 2 4 5 分之 1 5 5 還有 當然 就是一個乘的 概念 當然 下午你現在 第二下 都要ss 就是兩個都是細碼的魚 所以就是2 4 5 分之1 5 6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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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或者 什麼呢 就是第二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 我們還是不按的 等一下 就會是ll 和下午都是ll 所以 所以 上午 有兩條大魚的probability 剛才都計過 就會在a3那裡計過 就是 2 4 5 分之 9 當然 和 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和下午 下午都要調到兩條大魚 ll 所以 也是2 4 5 分之 9 又或者 或者 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或者什麼呢 就是第三個可能性 sll 即是一小一大 所以在一小一大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在a2那裡計過 一條小魚一條大魚的probability 調到 就是49 分之16 當然 第二下 在am那裡 和 我們都要調到sl 即是一小一大 所以 其實當然 這個情況 亦都是49 分之16 好了 那換言之 換言之 那 那 所以 這個題目問你什麼呢 就是 他們的差距是 more than 200g 上了 下午調出來的魚 所以簡單一點 to require the probability 就可以了 好 就是 1 減 你不愛的東西 你不愛什麼 就是 156 over 245 就是第一個case 再乘以156 over 245 那當然兩個一樣 就是二次 對不對 好 再減 就是 9 over 245 的二次 就是第二個case 當然 再減回第三個case 就是 16 over 49 整個東西二次 所以 換句說話來說 這個終極答案 就是 600 25 分之 29 好 208 好 這個就是 B2的終極答案 好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都做了三反子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今天來到這裡 這條就是HKCEE1997年的PayPalm14條 好 好 看一看 先放下 好 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就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好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再見 拜拜